我们看这一棵苗快要拿回去 我这个苗我要种到这个盆里 太小了 对不对 但是坏友说 那我就这么大的盆啊 那我把根这样去 行不行 不行 你想 你给你放到一个很小的空间 全坐在里面 你能舒服吗 这肯定不舒服 那我们这要对根系的适当修剪 怎么修剪 你看啊 上面这些主根千万不要动 你不要这么咔嚓一下 为了好栽 咔嚓一下就剪了 那肯定不行 我们适当的修剪 你看 把肩上这些细的剪掉 你看 主体的根还在 那这样你看 哎 顺利了 能栽进来了 好了 根儿剪了 枝条 这样的枝条 在我们专业的认知里面 我们认为的好 对于我们花友 是有误解的 花友认为这枝条都是好的 但是你像这一棵裸根苗 我们是怎么做 你看 不要啊 为什么太瘦了 你看这枝条 不要啊 那这个剪成这么长的 你这个这么长能好吗 不要啊 剪掉啊 你看 这块还有点伤口 话说 这个伤口我受不了 咔嚓一下不就完了吗 这个苗 春天能开多少花 就这个蓝色异域 这么大一棵苗 春天你最少开个五六十朵花 没有问题 当你这个空间不是特别大 蓝宇它是横着长的呀 你看我们种进来 这个盆 灌幅现在直接二十多了 长出来就这么大了 这边它二十 这边它二十这么大 那我没有这么大空间 怎么办 你看 剪掉 剪掉 然后能开多少朵花 树芽 还是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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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影响 无非就是 我们不剪那个 它这条是长这么大 灌幅 开了五六十朵花 我剪了 灌幅长这么大 还是五六十朵花 集中了 一个发芽是这样的 一个发芽是这样的 芽还是一样多 花还是一样多 只是说一个留短了 它就这样长 留多了它就这样长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 我留的越短 我的芽长得越胖 为啥 根系不变 我这条留的越短 养分消耗的 就越少 留下来的就越多 那么就像我说的 我去法国 梅药公司生产的 盆花怎么干 你看清楚了 是这么玩的 这么玩为啥呢 来 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要急 这个地方是价节点 价节点这一圈 全是芽 你看 这芽 还有一个 价节点之间 芽与芽这间距离 就这么一点点 一个毫米 甚至一个毫米都不到 然后我们上面这是多少 你看 两个厘米 就是一个芽跟一个芽之间的距离 它有两个厘米 而下面要一个毫米 你看 这么点地方 一公分 我们如果按照两个毫米 一个芽点 一公分是五个芽 对不对 你看 而且这一圈都是芽的 然后它发芽什么 直接就这样长出来 一圈圈 从一个点出来的 跳不漂亮 懂了 所以说你这个花 怎么重 决定于你的空间 决定你想要的效果 这条留得越长 灌缝越大 不见得这条留得越长 开花开得越多 尤其是裸根苗 当然了 如果你技术好的话 那你这条留得长 那肯定开花开得多 对不对 但是对于一般花友 尤其是携手花友来说 这样更容易 更简单 更直接 我跟你讲 我们自己生产盆花的 我们的规格是2.50 你看这个苗 我能种进去吗 种不进去 然后我们自己种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取舍一部分 隔西再剪掉一点 因为盆太小了 然后这样种起来 我们自己这么种 春天这盆绝对爆盆 就这么简单 懂了 也就是说 在我们花友有条件 用大盆的前提下 更新剂链不要剪 当你实在种到小盆里面 你可以剪